光顧社路厨与保理政公司推动近年 保理社区散业行销结尾 甘做的重点结尾就是提醒社区散业的包装设计追赠 公司头过专家的设计 以社区的散业地式完成整体性的包装设计 正是基盘的三品包装发表会 典型今年福多社区散业发展的成功 薅米的酱笋还有蓝层的菜股 他们把它做起来那整个包装就是新的包装是这样的 结合拿成社区彩博和土米社区正顺的组合包装 典型不像社区不像社区産业融合以后的特色 关乎社路厨与保理政公司护党 保理政社区産业行销 因此专家协助为社区産业中心设计的包装 典型结尾推动的成功 重新设计的包装 很好的组合可以透过我们社区的产业 我们近南大学设计团队的辅导料 可以很一致把我们保理想护社区产业产品来行销 根据社区的特性 还有我们社区这个产品的故事 然后加以设计我们的包装 让各个社区自己的包装能够 跟以往不一样能够更为亮 然后让大家能够更能看到我们社区的亮点在哪里 保理已经参加今年社区産业行销结尾有两个社区业业 以北、竹温、哪山 都米到五十家社区 共同推动社区産业行销发展 每个社区産业不一样 也国有特色 这次的产品包装设计 就是沾对每个社区産业的特色 进行改造 也将社区産业産品进行作合包装 让人有完全没同样的感受 也对社区産业有很大帮助 农业的剩余物把它转化成有用的东西 譬如说去替代水苔来发展植物球 手工纸、碑垫 就可以在社区发展DIY的这样子一个课程 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来协助我们把这个产品 把它变得更有质感 包装的设计 这我们很感谢 想尽办法要把社区的特色 可以以DIY的方式让游客去做体验 但我们觉得说 事实上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带回家 所以在这样的发想的下面 这个包装的出现 它结合了每一个社区的独有的一个特色 再结合了每一个社区的那个农产品的部分 然后设计出了一些礼盒 我们首先的想法是说 大家可以在小旅行之后呢 可以再把那个社区的回忆带回去 主办单位共调 透过这次全新的包装和组合设计 增加社区三片新的亮点 加上结局辅助望楼行销工作 希望社区三业 在结局推动小路行以后 也会可以成为电影最好的伴手禮 接着王家姓彩虹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